水爸爸的口頭禪 兩歲五個月大的小周周 實在有夠萌 又有音樂細胞 簡直老爸周杰倫的翻版 尤其是眼睛的部分 我希望可以慢慢變大 那老實說 跟我真的還蠻像的 校說女兒眼睛朝向自己 一對兒女保護到家的周杰倫 現在開始要打點女兒上幼稚園了 民眾爆料周董最近現身 士林區的台北歐洲學校 想要申請入學台北歐洲學校 必須要有外國籍護照 而且家長也要一塊兒 經過面試才能入學 學校分成英國部 法國部 德國部 英文中學部 教育課程跟歐洲各國同步 一年註冊費加學費大約六七十萬 課後才一令計費 不少名流二代都愛把小孩 送到這裡就讀 像是藝人曹格 洪小磊 廖嘉儀的小孩 都是借金學校的學生 對身家大約六十億的周杰倫來說 昂貴的學費不是問題 小周周的媽咪昆琳來自澳洲 官方語言也是英文 推測周杰倫讓女兒就讀英國部的機率最高 而且這間學校有國際級的音樂實資 可能也是周杰倫考量的原因之一 拿著螢光棒隨著音樂起舞 小周周律動感十足 也讓周杰倫非常自豪 是否已經在幫女兒未來的學校鋪路 經濟公司說 藝人私領域不過問 記者綜合報導